好 那我们把这个思索问题给大家做了个简单分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思索 怎么给它建立一个更加 我们称之为一个形式化的一个模型 更好地去分析这个问题 站在一个数学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那其实在思索里面其实就两类 一类是需求方 一类是需求的资源 那我们需求方的一般可以用进程来表示 我们进程需要一些资源 资源呢 比较抽象 资源可以是我们的CPU 这种看见模子找的 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内存中的一个内存单元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Io的一些 Io的一些资源 Io的device 比如说我们都要去访问打印机 或者我们还更抽象一点 我们是需要某一个进程运行中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共享的一个变量等等 这都是可以理解为这种资源 那么资源呢 很明显资源个数 它有一个量的问题 个数可以有N个 可以有N个 然后进程对这个资源呢 它有几种访问情况 第一种是 我需要一些资源 那我需要的资源呢 首先确保这个资源存在这么多 我们称之为空闲的资源 或者Free的这个资源 比较像这个空闲的资源中去申请你所需要的资源 可能出现申请的到或者申请不到 取决于你这个需要的数量 这个空闲资源能否满足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你需要资源 你发出这个请求之后 你得到了满足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些资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资源就从刚才的所谓的空闲状态 变成了一个被使用的状态 它已经处于被使用状态 一旦它处于被使用状态 那么其他的进程 注意其他的进程 就不应该再能够用用这个资源了 因为这种资源具有相应的互次性 具有互次性 如果说你可以访问 我也可以访问 大家不就有种互次性 那其实不会出现失所 这是属于第二个 就是一个进程 它厚着住了 它正在使用某一些资源 那第三个呢 进程使用资源的这个时间 一定是有限的 它不能是无限制的使用这个资源 因为它确保这个说 我用完之后 我应该释放 这是个良好的习惯 如果大家都拿了资源之后 再也不释放了 这个系统很快就会出现 那种资源耗尽的情况 所以说当进程用完了 就是使用完这个资源之后呢 它需要把这个资源给释放掉 我们称之为free 那free之后呢 那么OK 这个资源本身也是处于一种空闲状态 又恢复到了空闲状态 那周而复始 这是进程使用资源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情况 那么基于这种 它的一种操作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资源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怎么去 这个资源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怎么去使用资源 那我们看 首先看这个资源本身的特征 那个资源首先是可重复使用的 它是从free变成used 然后再变成free 这是一个重复的一个使用的过程 当一个进程获得了某的资源之后呢 这时候在这个资源段内 那只有这一个进程在使用 别的进程就不能再去使用它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进程 我正在使用这个进程 你不能把我kill掉 你如果kill掉之后 也意味着资源就被释放了 所以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我不应该 就是我们超级统 不应该去把这个拥有资源的这个进程 做一些很暴力的一些处理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进程获取资源之后呢 它使用一段时间 它就要释放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资源 重复的被其他进程所使用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如果不释放 很明显资源会很快 很快就会耗完 第三个资源的类型 刚才讲到 它有所谓的很具体的物理层面上的资源 比如说CPU外设等等 类存等等 也很抽象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结构 文件 数据库等等 这都是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信号量 都是一种 可以用一种资源的形式来表示 如果说出现某种情况 比如说一个进程 它拥有了一部分资源 同时还请求其他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 在你的系统中 在超系统中 还管理了其他一进程 也同样出现 也同样具有 类似的这种现象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死索 因为大家都hold住了一些资源 还想去要新的资源 这就会出现死索 我们会后面讲到 出现死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 这是资源的一些情况 第二个是怎么使用资源 使用资源 前面其实已经给大家提到过 你首先资源要有free的一些资源 就是要有些空闲资源 那么会创建资源 销毁资源 这实际上是有一个资源管理的 一个子系统来完成 比如说内存 如果把内存看成一种资源的话 内存要创建内存 要释放内存 这实际上我们要内存管理的 内存管理单元来完成的 内存管理的子系统来完成的 那么在IO中也是一样 IO中的中断信号消息等等 那都是一种 就是我们要去使用这些资源 这也是一种资源 你使用完之后要释放 而且当你想去申请资源的时候 你有可能出现说 我申请资源 资源拿不到 那资源拿不到怎么办呢 大家想 资源拿不到 一般来说 我们就处于等待状态 希望在资源空闲的时候 我可以被唤醒 然后去访问资源 就再去申请资源 拿到资源之后可以继续执行 那实际上就涉及到 我们之前讲的 如果一个进程 他去申请某个资源 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他的状态 会有所谓的running状态 变成什么的 sleep状态 他运行状态会发生变化 然后 在超级统 碰到某种机制 得到说OK 我这个资源 现在已经free了 已经有空闲的资源了 那么他会唤醒 他会再做wakeup wakeup这个进程 使得进程可以继续 从睡眠状态 变到所谓的ready状态 就序状态 然后再会被我们调度器 调度去running 我们把这个简单回顾了一下 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使用过程 使用资源的过程中 其实也存在一个进程管理 调度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前面就讲一下 它大致的一个资源的情况 以及怎么去使用资源 这么一个情况的一个描述 那我们怎么来表述这个访问的这个情况 我们有一个更加formal的形式 formal更加规则和形式化的形式来表述它 其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图 什么图呢 你一个进程 访问一个资源 这是有一个link 这有一个link 他们有一个边来表示这两个点 那么这两种点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点的集合 是我们称之为进程集合 你这个超系统中 它管理了很多进程 那么会形成一个进程的集合 我们这边用P 大P来表示 这边是包含了P1P2 一直到PN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资源也是一样 资源也是用R来表示 就是source R来表示 你会有一个资源的集合 它包含了所有资源的类型 那么如果说一个进程 一个进程它要访问某个资源 那我们就会给它P和R之间建立一条边 这是点 这个点集 Pi到Rj 你搞一个有向边 来表明它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进程 Pi需要Rj的资源 这是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呢 实际上是说 当一个资源分配给了一个进程之后 这个进程可以使用这个资源了 那使用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进程使用这个资源呢 我们用另外一条边 从R指向P这么一条边来表示 就是当前这个资源被这个进程所使用 这是正好和它这个前面一个边是倒过来了 那这种情况呢 有一个集合 有这个集合 两个不同类型的集合之间的元素之间的一个链接关系 那么就可以实际上形成一个图 根据我们数据结构中 就可以用一个图来表示 OK 那另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的点是什么呢 是进程和资源 我们用不同类型的点来表示 第二个呢 这里面还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资源 资源它某一类资源呢 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个数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资源这个点呢 我们还需要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信息 就是它的个数这个信息表示出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第三个 第二个图里面 它这个资源的方框里面还有四个小方框 代表有四种实力的这种资源类型 就是这个资源类型有四种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进程 申请这个资源的时候 它可以申请 它指定它到底需要 这种类型的资源有多少个 同理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边倒过来从资源指向进程 那么表明当前可能还说 你这个资源有多少个分配给了这个进程 这是这个资源分配图的一个 里面的各个元素的一个表示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合在一起 形成各种各样的图 那这是一些例子 下面这个呢 就是一个资源分配图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面 有P2 P2 P3 三个进程 还有R1 R2 R3 R4 四种资源 而R2呢 有这个资源类型的有两个实力 R4呢 有三个实力 好 这里面这个他们间的关系也表示出来 有箭头表示 比如说R2中有一个资源分配给了P1 另外一个资源分配给了P2 这是分配出去了 同时呢 P1还需要R1的资源 但是P需要R1资源 它发出这个请求之后呢 它并没有得到满足 为什么呢 这边可以看到另外一条边 R1指向了P2 就是说R1的资源呢 被P2正在占用 并是正在使用 OK 这时候使得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就是P1 它拥有一个R2 但是呢 它request需求一个R1 这是它的一个状态 对于P2来说 怎么来表示它 P1这个图 它拥有什么 它拥有R1 它拥有R1 同时呢 它还拥有R2的一个资源 但是呢 它还需要R3 需要R3 那R3怎么办呢 R3其实它这个资源呢 被谁占用 在占有并使用的 是被这个P3 这是一个它的关系图 R4谁还没有用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想一想 是否有死所存在 看一看 有同学说 好像这个P1 或者P2 它拥有一部分资源 同时它 就厚着住了一些资源 同时它还需要 另外一些资源 而另外的资源呢 被其他的进程所占用 会不会带来死所呢 大家看看 有同学说 好像会有死所 有同学说 可能不会有死所 那 给你这个图 大家能得出什么样的 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呢 OK 大家想一想 其实比较简单 是 没错 在这里面 P1和P2 它暂时拿不到 它们所需要的 R1或者R3的资源 R3的资源被谁拿的 被P3拿的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 讲过一个这个 前提的一个约束 什么呢 当一个进程 当一个进程 拥有某个资源 并正在使用的时候呢 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 只要它在运行 它没有说 至于说我在 由于某个原因 导致我阻塞 它在运行 它用完 用完一段时间之后 就应该释放 所以意味着 这个R3 它在一定时间 一定时间段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 从这个所谓的 used变成free 因为P3 它一直在运行 没有谁约束 P3让它sleep 所以P3 一在运行之后 它用完这个R3之后 会释放它 你在释放之后 也意味着 你P2发出的请求 本来P2处于sleep状态 但是这时候 超系统说 R3这个资源 已经free了 已经是可以用的 available的了 可以得到 可以继续使用 那么你这个P2 就会被唤醒 再次发出请求 说我要再去 去拿这个R3 这时候 就会拿到R3 也意味着P2 它所需要的资源 都会得到满足 一旦P2 所需要的资源 都得到满足之后 它就可以继续执行 它不会出现 说我还要等待 继续执行 也意味着 它继续执行 一段时间之后 它一定会把它 所有的资源 给释放掉 在这种情况下 它会把它的 R1 R2 R3 都给释放掉 释放完之后 以此推累 你的P1 也就可以继续执行了 因为P1 需要的资源 R1 已经会被R2 所释放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 被R2所释放 使得P1 可以继续执行 当然 我现在讲的 都是一种 表述的一种形式 我们后面会讲 相应的算法 可以有效的来 解决这种 所谓的这种 资源 怎么判断 它是否 能不能满足 能不能释放 等这一切的一些关系 好 我们再增加一条边 跟刚才那个图 稍微变化一下 我们的P3 也指向了R2 代表什么 P3需要R2的资源 多这么一条边 在这种情况下 跟前面一个图比起来 这种情况下 它是否会出现失所 大家考虑一下 这个图稍微复杂一点 多了条边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这个直观的看 直观看这个图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图里面 其实形成了一个环 而且这环还不止一个 一个大环 一个小环 先看大环是什么呢 如果从P1开始 P1到R1 R1到P2 P2到R3 R3到P3 然后P3到R2 然后R2再到P1 形成了一个ring 形成一个环 OK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同时还有一个小环 在哪呢 能看见吗 大家 在有个同学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从P2开始 也有一个环 P2到R3 然后呢 R3到P3 P3到R2 R2到P2 这又形成了一个 小的一个cycle OK 这里面其实存在两个环 那有没有失所 其实潜在就是会有失所 为什么要说呢 我们刚才说 你P1 你会等待 因为它拥有的这个R1 没法 没法得到满足 P2 也会等待 因为它需要R 它需要等R 这个资源 available P3呢 刚才前面一幅图里面 P3 它其实 不用得带任何的 就是资源 它拥有R3 它就可以继续执行 它不需要等其他的资源 但是这幅图里面 可以看到 它还要去等R 也意味着R3 并不是一直可以处于 一种ready或者running状态 它也会去sleep 那一旦说我们的P1 P2 P3 都sleep的时候 接下来就没办法了 大家都没法继续执行 那也意味着什么呢 也意味着 这种情况下 就会出现失所 OK 可以看到 一旦出现失所之后呢 一个很典型的特征 它形成了一个环 就是它这个进程和它所需要的资源的这个链接关系呢 形成了一个环 这个有像图里面形成了一个环 那这是 实所产生后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征 OK 这是我们看的资源分配图可以有效的来看出这种现象 当然这是我们人来看 如果我们交给接下来去判断的话 很明显我会把这个图 这个有像图 用我们数据结构学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种矩阵 或者其他一些链表形式来表示 然后进行一种推算来判断它是否就失所 OK 这个呢 就应该大家去想想数据结构应该怎么来解决 后面我会讲到 好 那这个又换了一幅图 这幅图什么呢 就是跟刚才变化有点大 虽然还是四个进程 但是只有两个资源 资源变少了 R1 R2 这个图里面 刚才这个关系也大家可以看出来 P1 P什么需要 需要R1 但R1的两个资源都被P2和P3所占用 R2两个资源呢 被P1和P4所占用 P3呢 需要R2的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出现失所 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看有些同学说了 他很快注意到 这里面也有个环 没错 这边是有个环 环在哪呢 P1到R1 R1到P3 P3到R2 R2又到了P1 这是一个环 这是一个cycle 那这个cycle的存在 这个cycle的存在 是否就意味着 思索的存在呢 大家想一想 有同学说 确实会出现失所 因为P1 P3就相互之间在那等待了 但是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 这里面还有一个P2和P4 这P2和P4 它们拥有资源 分别拥有资源 R1和R 我们先打断 我们先只看 我们先只看这个P2 可以看到什么呢 P2拥有R1这个资源 但是它不需要等待其他资源 有意味着前面讲过的 P2它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一定会释放这个R1的一个实力 一旦它释放了这一个实力的话 那你想想 P1会不会得到满足 P这种sleep状态 它就会被打破 因为R1有这个available的实力存在 它会得到这个实力 继续执行 当然这前提是说 R1只需要一个资源 它如果需要两个资源 它还是得不到满足 需要一个资源的情况下 这个P1 这个P1 就可以拿到R1 在一定是一段时间之后 一段可以预期的时间之后 拿到R1 因为它拿R1之后呢 也意味着它过一段时间 它会去释放R2 那P3就可以继续执行了 同理我们分析P4的话 也可以按照类似于P2的方法来分析 你会发现R3可以继续执行 再接下来P1可以继续执行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虽然这里面有环 但是 但是 环并不意味着死索 我们正好看过来是 一旦你出现了死索 会有环的现象 但有环的这个现象 不意味着死索的产生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后面还会进一步展开讲 大家只是先让大家通过一些系统建模 就是那种有向图的方式 来更直观的来感受 死索的情况和它的特点 好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 对于用这种有向图来表示 资源进程访问资源的情况 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一些结论 如果图中不包含循环 那意味着没有死索 如果图中包含循环 并不意味着一定有死索 只是可能有死索 从那个角度来说 如果出现死索 那么这个图里面一定会有循环 这个就是一个 是所谓的充分条件 还是必要条件的一个约束了 而且在这里面 死索还和资源的个数 这某一类资源的个数有关系 这也是需要大家进一步去注意的